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也一再被评比是最自由最民主的国家 回应的是台湾禁诉华兵女将黄玉婷结束比赛后 马上对网友开战 但不到三个小时政院态度大逆转 发言人指出苏惠认为黄玉婷之前上传 穿着中国队服装的影片 以及后续的发言极为不当 以要求教育部体育署针对黄玉婷不当言行进行调查 并适当处分 并应检讨建立机制和要求规范国家队言行 另一头从腐败个小时后表示 东奥代表团相关赛事已结束 府方支持政院采取必要的调查检讨及处分 因为国家队成员代表国家出赛 更不应有任何损害国家荣誉的争议言行 我比不好我觉得我对自己能够负义起责任 但是我会觉得对那些替我加油的人 我会觉得很抱歉 向支持者喊话黄玉婷17号结束北京冬奥比赛 作为一场的1500公尺项目拿下第26名 加上他先前的500公尺和1000公尺 分别拿下第26和第24名 外界认为黄玉婷表现不如预期 但他似乎也满腹委屈 脸书发文说 谢谢替我加油的人 人生第二场奥运结束 以下开放仇恨者酸民留言 支持他的人请按赞就好 在微博上同样的文字但多了两句话 说脸书跟这里发一样才不会有人说话 有很大的压力 让他其实职业没吃好所以说不好 黄玉婷和父亲已经飞往美国 沿湖城备战最后的世界杯 负责北京冬奥开幕长旗的他 不会参加20日晚间的闭幕式 届时由滑雪女将李文仪担任长旗官 随着绿营立委要求体育术修法 新森约束选手言行 防止损害国家名誉 如今府院等到冬奥结束 突然发下重话 态度上的转变也令人玩味 TVBS新闻于姓汉林雅南洪俊伟 刘廷提一台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